一段时间以来 打破中非之间达成的共识 加剧南海形势紧张的是菲律宾 试图改变人员交现状 制造继承事实的是菲律宾 吉利拉拢预外力量向中方施压的 也是菲律宾 无论非方释放多少烟雾弹 打多少口水仗 都改变不了以下的事实 非方曾郑重承诺 拖走在人员交非法作坛的军舰 但是24年过去了 这一承诺却始终没有兑现 中非之间曾就脱出人员交问题达成共识 共同维护了海上稳定 但今年以来 非方背弃自己的承诺 不断派公务船军舰 强闯人员交海域 企图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 加工非法作坛军舰的建筑物资 实现对人员交的永久占领 这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所在 非方倚仗外部力量支持 无视中方善意和克制 一再挑衅中方原则和底线 这是导致海上局势升温的主要风险 中方始终致力于 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 通过对话协商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同时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我们希望非方认识到 既希望于从个别大国捆绑 逼迫中方在设计自身 核心利益问题上 妥协让步是徒劳的 最终受损的是 非方自身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 对了 明镇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